情俗岛屿 爱情的萌芽需要缘分和三观契合 爱情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女人的细心经营 生活里的鸡毛蒜皮需要用双方的爱语来消除无聊 爱情里男人最想听的情话 不是我爱你 而是这六句 学会付仇勾搭扶上男神 学会付仇没人取一 适当叫 亲爱的老公官人欧巴等爱称在恋爱过程中 男人的占有欲都很强 即便是一个比你年龄小的的男孩子喜欢你 也喜欢把你画在他的所属范围里 轻轻的靠近他 在他耳边叫一声老公 一定会让他心生欢喜 欲罢不能 有时候一些小小的爱称 往往能促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二 我希望你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强调女孩子需要安全感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也会患得患失 害怕你和别人走 在他担忧的时候 不妨态度鲜明一点 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对 他的喜欢就是愿意余生陪他一起走 三 和你在一起 我就能感觉到幸福 情侣刚在一起的时候 会羞答答的 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相处的久一点 就会热恋一段时间 再久一点 可能就会平淡一点 不会再一见到他就脸红心跳 处于这种爱情期的情侣 就一定要学会说点聊人小情话 你们相处无聊的时候 女人不妨说一句 和你在一起 不做什么也开心 这样男人既没什么负担 又觉得你真的爱他才不介意 两人的氛围就变得甜蜜起来了 四 你知道我喜欢谁吗 不知道的话 看第一个字 现在网络土味情话特别多 虽然听起来土了一点 但是听到情话的人往往 也会一边嘟嘟囊囊说土 一边嘴角克制不住地上扬 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呵护你 土味情话的一百种撩人方式 不要嫌弃土 撩人效果满分 我希望你珍惜自己就像珍惜我一样 如果你的男朋友喜欢熬夜 身体不太健康 那么这句话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了 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男友身体的在意和关心 另一方面又直接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爱惜 你的身体不仅是你的 当你和我建立了情感联系后 我希望你珍惜自己就像珍惜我一样 六 这辈子我认定你了 非你不嫁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中情人 有些人喜欢高的不羁的 有些人喜欢白的会撒娇的 每个人的理想型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爱情往往有惊人的魔力 遇见真正喜欢的人之后 那些曾经载载细设置的标准成了摆设 它成了你心里的理想型 这种心情不妨适时地传达给他 男人听到这句话 往往会心生欢喜 你们的情侣匹配度会大幅度上升 情署总结 女人常说这六句小情话 会让男人死心塌地地爱上你 最近热播的 演习攻略里 皇后失败后问了英洛一个问题 为什么自己的不到皇帝的心 英洛说 皇后你一往情深 可是又何必告诉陛下了 爱到底要不要说出口 我觉得女人要保持一颗独立的心 我爱你 我不会惧怕你抛弃我 我愿意说出对你的爱 但也不会允许你做见我的爱 今日话题 你听过最感人的情话是什么 欢迎留言讨论